是独重生 生命天使 是为 大宗灵银行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跟我念 同臣佛道 受持八观灾戒 就是做菩萨一天 不用自己的想法 有这样子的修行 在身体的行为上 绝对不杀生 不偷盗 不骗人 不喝酒 在嘴巴上 也绝对不会伤害众生 而且呢 今天 皆得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为他们来精进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进化世界 因为佛陀佛道 因为佛陀讲的世界为心灶 在一个地方上 有一个人精进的受持八观灾戒 整个地方就无灾无难 在一个地方上 有人能够虔诚读诵地藏经 东南西北周围各一百公里 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成佛了 他可以影响三千大千世界 让很多人都走路成佛之道 一个阿弥陀佛成佛了 只要有人念他的名字 生起信心 愿往生极乐世界 将来必定往生 现世者消除无量业障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有 不可思议圆满的佛性的力量 去净化自己 更能够爱护这个世界 更能够念下超度祖先 所以一直得到九旋七祖境超生 希望各位今天的精进努力 让我们的祖先 念一下 永离山土 得生净土 不但如此 你的冤心在主就可以 念一下 消冤解节 同臣佛道 所以只要我们懂得正确的方法 去修行 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八万在界功德不可思议 而且今天更殊胜的 我们南印度 社大学大学的格西 中小学的副校长 上师 今天都要来参加法会 不但参加法会 要为我们大家 所写的所有的往生排位 乃至消灾排位 特别往生排位 今天要做 念一下 药师佛超度 我们了解 大家都有一个好心 孝顺的心 希望家里的父母健康 往生的父母祖先离苦 由这个好心善心 变成一种悲心 就是愿所有众生 都像我们父母一样 离苦得乐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 众生呢 那这就是佛陀的觉悟 佛陀在菩提树下 正确的觉悟 万法 包括一切众生 包括山河大地 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所有的存在 都息息相关 互相为助援 就像各位经常去思维 没有太阳 没有花草树木 可以成长 没有人类 有情可以活 所以 没有水 那这个世间 那所有的人 都会渴死 所以太阳的热 水的潮湿 那才会化成天上的云 物 物 雨 冰 冰 然后呢 然后呢 才能够让我们活着的人 保持在一个刚刚好的湿度 所以 这个世间 就像各位也会体悟了 没有爸爸妈妈 就没有我们的存在 那爸爸妈妈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而且 每一代的存在都不能够离开 在刚刚讲的地水火风 所有众生 所以 释迦牟尼佛提悟了这个道理 念一下 诸法因缘所生 所以 灯也好 麦克风也好 花也好 都不能够离开 一切 外在的原因条件 的住原而存在 所以 息息相关 你伤害这个世界 就伤害你自己 你伤害一只老鼠 就是伤害你自己 因为 我们的真正的生命 离不开外在的一切 就像一个人 不孝顺他爸爸妈妈 甚至去伤害父母 那这个人 一定要下地狱的 现实保证没福报了 所以佛陀了解这个 因缘所生法 所以给我们讲了一个 很好的道理 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 你对世界好 你对一只乌鸦好 你对一个贫穷人好 那就是对你自己好 所以你有一个不好的心态 想要去伤害别人 乃至很计较 计较的人头痛啊 压力大的人腰痛啊 所以 乃至呢 想太多了 胃肠消化不好啊 所以你的心态 影响你的身体 乃至影响了别人 所以这个世界 叫因缘所生法 也因为如此 我们 这个我不是单独存在的 花不是单独存在的 水不是单独存在的 一切的存在 都是互相影响 所以叫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你自然就没有痛苦啊 为什么 没有单独孤独的我 所以我只要是爱世界 那世界就爱我 我如果是自私的 那我就是痛苦 我去帮助穷人 所以我这辈子就很赚钱 所以有些人 天生赚大钱 因为他过去是 现在是 都有帮助别人的习惯 所以 法会 办法会 很多义工很忙啊 布置了这么庄严的场地 请问 他们布置这么庄严的场地 以后他家的客厅大不大 房子大不大 他的世界大不大 他自然是如此 所以你让世界庄严 那你就外表庄严 所以 佛法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 那我们今天就要按照这个道理 来过生活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杀身 偷盗 邪淫 骗人 你去伤害世界任何一个东西 那你就伤害到你自己 不但 不要伤害 各位不要对这个世界 生起一个战有欲 贪 贪心 如果你去贪这个世界 那你就会变成贫穷啊 你这个眼睛好色 眼睛长得不好看 眼睛就像火在烧很饥渴啊 好色的眼睛啊 所以 如果你贪贪 那你就永远觉得贫穷啊 所以你要懂得去 帮助别人 护持三宝 帮助众生 那你就得到了金钱的福报 你这个嘴巴 捏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就能够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嘴巴 你要发愿 从今天开始 永远讲真实语 永远讲柔软好听的语言 永远 啊 和和别人 永远讲一些 对众生有帮助的话 进一步呢 为众生 念一下 念佛 诵经 持咒 劝人学佛 相信因果 那各位你要开始 转变你自己 所以除了消极的 我们不骂人 不骗人 积极的 我们劝人学佛 大家下午还要念 地藏经 一个人念地藏经 就不可思议了 这么多人念地藏经 那就有很多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仇度了 就有很多天人 发菩提心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到天上 为他的母亲 讲了地藏经 让世间所有的大神明 天上的天神 了解了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所以而发起了 帮助所有父母子女 离苦得乐的大愿 所以他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懂得这种缘起 无我只能互相帮助 千万不要互相伤害 只能互相的清静 而不要互相的贪欲 占有 就像各位结过婚的人 结婚快乐吗 一点点 痛苦多一点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安定了 甚至你就会生气 骂他的 甚至有些吵到离婚了 因为这种自私的爱 你自己也很痛苦 对方也很痛苦 所以佛陀要我们学习 这种清静的爱 我们今天 昨天我们静永 跟我说 师父 哇市场有四只大甲鱼被抓到了 野生的 要不要放 当然了 要放 然后呢 打电话跟卖鱼人联络 他说 不光四只 又送来四只 总共八只 要不要救 他就问我 当然要救啊 不然钱留着干嘛 管他四只 八只 十二只 二十四只 最好 连那个抓鱼的 都给他救回来 来替我们做义工啊 不要让他去杀生啊 如果有钱的话 所以 当然我们 钱永远不够 但是 悲心 无量无边吧 所以 而且今天还要 救一万只 念一下 八丁鱼 这个八丁鱼 长大很大的 所以 而且呢 不会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所以 那我们要想尽办法 救动物的生命 再来 念一下 超度轨道 各位刚刚来就去 干露失死啊 要失焉供啊 做这个 对佛菩萨的上供 对六道众生的下施 所以 愿地狱到离苦 愿恶鬼到吃到甘露升天 愿所有动物不要被杀 我们还要救他们的命 愿所有人类 提悟到 提悟到八观灾界 地藏经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而 深信 善恶因果 六道 轮回的道理 而了解 众生都是母亲 所以 当愿众生 归一三宝 持戒布施 学地藏王菩萨这样 发菩提心愿 孝顺所有众生 愿众生 皆离苦成佛 所以 那八观灾界 就是希望 我们虽然时间短短 但是呢 心却永恒不改变了 所以希望 今天的八观灾界 大家受持完以后 永远保持这种 清静心 大悲心 好不好啊 当你想要去 伤害别人的时候 马上升起一个惭愧心 当你对别人 起了贪心 欲望的时候 哎呀 这不应该的 我们要升起的 是对别人的 尊敬 慈悲 忍辱 希望他成佛 而不是在分别 你有钱 我就对你客气一点 你长得比较帅 比较美 我就天天到 可口可乐跟你喝 带你去看电影 那个是自私的 你只在满足 自己的私欲而已 那自私的因 一定是痛苦的果 所以各位记住啊 今天你 你嫁一个先生 哎呀 因为这个男人啊 他很孝顺爸爸妈妈 哎呀 他家里很穷啊 哇 你背他的这种道德 他虽然家里穷 外表不好看 但是他对人很尊敬 对爸爸妈妈很孝顺 所以呢 我要来护持他 那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了 幸福快乐 因为永远想要帮助别人 哎呦 这个女生长得帅哦 不不不 长得美哦 看起来又会生 生儿子的样子 我要把他娶来 传宗接代啊 如果他如果不生 我就给他担掉啊 那你那种自私的 满足个人的欲望 传宗接代的这种欲望 或是这个男生 家里好有钱哦 我来嫁给他 那我就不用再贪了咯 那你有这种自私欲望 那这种婚姻 一定不快乐的 因为你想要从对方身上 得到什么 那你就会失去更多 所以哎呀 因为对方的爸爸老了 妈妈老了 没人孝顺 我呢 来嫁给他 孝顺他的爸爸妈妈 也感化我的先生 能够学佛吃素 如果你用这个动机 那你就不会抱怨啊 当然站在佛教 希望各位没有欲望 没有自私的欲望 去过生活 那最好了 因为有了私心 必定痛苦 有了悲心 才有快乐 所以自私是不清静的 慈悲是无所求的 那佛陀告诉我们 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今天 按照佛陀所制定的 念一下八正道 六波罗蜜 来生活啊 我们要有一个正知正见 相信夜暴轮回的道理 生老病死的痛苦 所有的痛苦 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智慧 贪爱执着 造业 而造成我们的痛苦 所以由政治正见 那么产生了一个正思维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念一下 不贪心 不伤害众生 不称慧众生 这是一个消极的 保护自己的方法 积极的 我从今天开始 普度众生 愿众生皆得往生净土成佛 由正见产生正思维 由正思维产生正语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讲话 刚刚念过的 不骗人要讲真理的话 不骂人要讲柔软好听的话 不讲是非 还要劝大家互相爱护 和合的话 不讲没意义的话 告诉大家 生性因果 是身体 八正道的道理 所以由正语以后产生正业 那今天各位 夜就代表身体的行为 基本上要做到 念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所以不但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今天还要放生 今天还要布施 今天要过着一个 没男女欲望的生活 所以而且用我们的身体 做义工 来 希望各位利用灾日 在家里早上起来 自己受戒 拜佛 下午呢 用身体去老人院 去孤儿院 去寺庙做义工 扫地 用你的身体 去为众生服劳力 一般我们去做工 这个身体都是为了赚钱 不然我去做工干嘛 所以八观灾界那天 你用你的身体 去工作 但是你赚的钱 是要供养三宝 帮助众生的 那你就不是身体的努力了 所以不见得六灾日 一定是礼拜六 礼拜天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制定好 这个八观灾界 要我们实践 这个解脱的八正道 念一下 勤修戒定慧 消灭贪嗔痴 普渡诸众生 所以这个戒定慧的实践 那就包括了 刚刚所讲的 正语 讲话 守戒律 正业 身体 守戒律 所以 那这样呢 才能够镇定 内心里面 能够不被外境影响 专心 而了解了 生命的真相 所以这个八正道 我们再背一射来 正之见 正思维 正语 正确的语言 正业 正确的行为 再来 正命 正确的职业 你的职业 千万不要为了你的生活 自私 卖酒 卖香烟 卖毒品 开酒吧 然后呢 让别人直接间接 去伤害众生 不能欺骗 我们去扶劳力 去扫地 去做工人 都可以了 开素食餐厅 用各种方法 那你还可以生活 再来正经济 那各位居然知道道理了 不好的 千万不要做了 好的 要积极去做 所以要正经济 才能够达到第七个 念一下 正念 正定 那这样呢 你能够了解 佛陀所讲的 真相 什么叫正念呢 佛陀告诉我们 念一下 观身体不清静 观感受是痛苦的 观心变化无常 观一切法 不能主宰 无我空性 这个观就是一种正确的了解 身体是不清静的 苦的 变化无常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今天不要穿漂亮 今天穿海青 穿素素的衣服 今天的身体 不要躺大的床 今天的身体 不能擦香水 享受 因为这个身体是 痛苦的根源 这个身体会老 会病会死的 然后这个身体 干嘛呢 这个身体 赶快拿来拜佛 这个身体拿来帮助别人 但是 不要做身体的奴隶 要做身体的主人 我发觉现在女孩子 很喜欢漂亮啊 现在世界流行漂亮啊 性感啊 美容啊 那你好可怜啊 你变成身体的奴隶啊 因为你认为说 我这个身体可以来 让别的男人欣赏我啊 那也有很多男人 喜欢弄的帅帅的啊 我要让其他人觉得 我很帅啊 如何如何啊 那你就不快乐 不自由了 所以你越 用你的身体去迷惑别人 让别人痛苦 那你以后啊 到了五六十岁 腰也痛 腿也痛 腰酸被痛 所以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 这个身体 是不清静的 随时会死亡的 我们要好好利用 这个身体来拜佛 来做义工 来打坐 来孝顺父母 利用这个身体的变化 来体悟无常 利用这个身体来修行 那有道理 再来 观寿是苦 如果你去追求男女的感受 出名的感受 我是博士 我是拿都拿丁 听说还要用钱去买 所以我如果得到一个这种 头悬 我是什么官员 那这种骄傲 傲慢 那你一定会很痛苦的 因为所有的感受 都是暂时的 没有那个坐高位不下台的 你再怎么爱 没有不分开的 任何一个感官的身体的感受 那是迷惑你 让你痛苦的 所以各位不要追求这种 你对我好 所以 然后呢 希望别人安慰你 那你会很痛苦的 人要耐得起孤独 不要依赖 特别是女孩子 女孩子认为感情是她的生命 生下来就希望 找男人谈恋爱 好像没人爱我 哎呀 我都觉得很寂寞 所以 好在你没人爱 你也有人爱 那这下你等于一只狗被绑了好几条绳子了 你不自由了 那现在的妈妈在问事情 先问师父我老公 师父我儿子 再来 师父我女儿 天一天你都不问 师父马来人怎么幸福啊 印度人怎么快乐啊 众生怎么办啊 因为你的心就被这个执着的感情感受抓住了 你不自由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所有的感受 眼睛的耳朵的皮肤的 中国人爱面子 哎呀我们华人爱面子 这个面子值多少钱啊 但是你觉得 人为 人为面子而死 对不对 胡死留皮 那这个会让你很痛苦 再来 观心无常 所以各位不要相信你的心 你的心被环境一直影响 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安住空性 那你要把你的心的本体看清楚 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 众生皆有佛性 只是我们的心被这个贪嗔痴 被种种外在的因缘影响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啊 你给他一部电脑手机 哇 他快乐了 你把他抢过来 他可能要跳楼了 他给你翻脸了 所以他的心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的心已经都被迷惑了 所以他的生命一定很痛苦了 不自由了 第四个正念 念一下 观法无我 这个无我就是 他没有永恒不变 一切随缘吧 所以